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局宣布民众检举车手奖金将从原先的1万元翻成2万元 希望提升打炸力度 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 台北市长蒋万恩亲自颁发奖金 感谢协助警方阻止诈骗案件的银行行员与超商人员 根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的统计 台北市今年上半年成功拦组587件诈骗 拦组总金额达6亿2000万元 蒋万恩除了感谢金融机构与便利商店第一线从业人员 在第一时间发挥男主诈骗的协助 也认为还有努力进步的空间 其中有超过63%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若在70岁到79岁 男性占多数 我们男主失败的年龄层是70岁以上 70到79岁 所以年长者他们在我们分析里面 在整个男主后卷入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请我们所有 在第一线人员屿众的金融界的朋友 和超商的朋友会很注意 而另外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男性再多数 台北市政府检察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炸7车手提灵次数 在去年达到最高峰 有16万250次 不过在北市井强化打炸力道后 今年1到6月为止 提灵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00多次 为了进一步阻止诈骗集团 北市井方面也宣布 民众检举车手奖励金 将从原先的1万元加码翻倍为2万元 向鼓励民众踊跃提供相关情资 协助警方打击犯罪 我们为了要鼓励查集车手的这个检举 我们从奖金从1万块会花到2万块 那我们各位好朋友 在金融机构在超商 如果有阻诈成功 我们会花我们也会颁发这个奖励 从本来是1000到2000 我们颁发2千到4千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个人阻诈 以及我们金融机构 阻诈成功的这些单位 我们都会请市场签字的颁发 警方强调 近年诈骗集团 多透过网路假求职广告 招募车手从事提领 或移转账款的工作 今年到6月为止 北市井已经弃货车手达1175人 因此呼吁民众 不要受到金钱诱惑 加入诈骗集团行列 甚至提供自身金融账户 提款卡作为人头账户 否则等着您的将是被警方 逮捕入狱的后果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中山区公所 今年为新一鸣开办了 手工造制作课程 邀请职催达人张淑慧老师 带领学员认识保养品原料的特性 并运用东南亚的特产植物 制作手工香造 开启微创业的可能 玫瑰花动物各种造型手工造 运用椰油 棕榈 香兰叶等 天然植物制作而成 散发出天然的香气 中山区公所开办 五国界手工造初级班 邀请职催达人张淑慧老师 带领新一名朋友 进入手工造世界 课程中不仅可以认识 各种职催原料的自然功效 以及如何制作手工造与保养品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因为在台湾天气比较潮湿 然后很容易的湿疹 湿疹就会反应在皮肤上 会骚痒 会痒 红肿 那因为我听说有这个手工造的课程 那我就觉得说 它是天然的一个好东西 对 所以就会想说来参加学习 知道它是怎么制作 就是也有交到好朋友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那本来是一个很少的一个范围 就是都是在家里 都没有其他朋友 那来就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 对 可以互相交流 也知道各个不同国家 它的特色的芳香的香草啊 食物啊 植物啊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 我来自马来西亚 对 我非常感谢中山区公所 这次办的手工造的这个课程 让我们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新住民 可以在这里齐聚一堂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 然后也感谢区公所这边有淑慧老师 非常专业的手工造的老师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不管以后大家 有没有往这方面发展 可是就是还是可以做给自己的家人使用 因为这些都是使用天然的东西来制作的 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的 没有副作用 然后天然的雄厚 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结交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说 以后如果说哪边还有开新住民的课程 大家可以相邀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因为来自于各个国家 所以其实都把他们各个国家 他们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精华 把它拿出来用 像越南的班兰叶皂 我们就会取它天然的绿色 而这个绿色是不会褪色的 我们用直萃的方式 还有印尼常用 他们在很多的饮食料理中的椰浆 也就是你们的烟奶 我们把它入照之后 可以让它 手工它的喜感更温润 再下来 马来西亚的红棕铝油 它也是一个出产棕铝油的大国 我们把它的棕铝油放在手工皂里面 让它有加成的效果 红棕铝油出来的皂是橘黄色的 那这个色者不用再额外再添加任何的色粉 或者是色液 以上这些 我们课程里面有的这些皂 其实都来自于他们国家 他们盛产的东西 那我们再一次的把它融入到 我们的手工皂课程里面 结业式会场 学员们开心的大合照 中山区区区长李美丽表示 开办课程是希望新一名 可以丰富生活技能 营造生活质感 当新一名对课程产生兴趣后 也可以升华变成为创业的动力 其实我们每一年度都会开办新一名的课程 那开办完新一名的课程 我们就会做那个意愿调查 意见调查 那喜欢这个手工皂的 它就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规划这一个手工皂的课程 那手工皂的课程因为牵涉到 新住民他自己本身家庭也可以用 他也可以馈赠他的亲戚朋友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开业 如果他对创业有兴趣的话 他是可以开业的 所以我们居于这样子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开办了这个手工皂的课程 希望他们自用 家用 亲戚朋友用 然后未来是可以创业的 那我们希望新一名可以把我们台湾 就是他乡作为他们的故乡 中山区公所多年来为新一名举办各种课程 成绩有目共睹 都让新一名有满满的收获 而这次保养品训练课程 新一名一同感受天然手工皂的奥妙 而中山区公所也将陆续推出更多相关课程 培养新一名的自身软实力 手工皂棒不棒 棒 新主义手工皂在不在 在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网路线上购物成为民众消费的常态 带动代收代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蓬勃发展 根据统计 目前登记的业者已经有14000多家 为了避免设立门槛低的第三方支付 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管道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 共同召开记者会 要求数位发展部等主管机关 应该要拟定对策 加强监管 落实洗钱房子 扛起打炸责任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 大声疾呼 落实洗钱房子 扛起打炸责任 因为方便民众购物消费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设立门槛低 恐沦为诈骗集团诈骗洗钱 及躲避检警查器的工具 因此郭国文要求数发部 针对第三方支付业者 应比照虚拟货币模式 在两个月内 强制完成法尊声明 及登记纳管 14424家当中 我坐在的 我们也问过这个数发部 数发部主管机关 虽然也不知道 虽然也不知道多少家 所以说你连多少家 你都不清楚的情况底下 你如何进行管理 所以既然数发部有相关的 这样的管理条文在场 我们就要求数发部 对第三方支付的管理 应该比照虚拟或不一样 要求限期两个月之内 要予以登记 中嘉宾也指出 14000多家第三方支付业者当中 有三分之二支本额是零 他严重怀疑有诈骗集团 直接开设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管道 因此要求主管机关 应该针对支本额 金流信托与虚拟账户三项 加强监管 第三方支付业者主管机关 应要求必要的资本 而以落实法遵要求 第二 主管机关应该对于 金流信托过程 予以明确的规范 包括国务委员所提出的 从支付嫁金到领取 嫁金的过程 第三 对于虚拟账号的泛滥 必须刻意第三方支付业者 必须针对使用虚拟账号的过程 能够做及时的存入 我不敢说监控 及时存入就好 那这样子呢 才能大量的 有效的去恶主诈骗集团 使用第三方支付作为犯罪工具 不过述发布代表 在说明目前管理措施时 却引发郭国文不满 直批好像侯友宜 讲的都是官话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这部分 它目前不是特许行业 你现在考验我的耐性 你有点像侯友宜 我请教你 我再问你一次 书发部到底要不要 离同那个金管会处理 虚拟货币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只要任何就是说有助于第三方支付 管理的 这部分我们都会愿意来积极来研究 那需要做跨部会的合作 我们其实也都 从陈立宅 我们就一直跟高检署 刑事局打完办 还有金管会 NCC都不断的在开会来提升 我们这个第三 不管是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其他诈骗的一些 一些房制作为 金管会方面则表示 六月银行工会已提出 对第三方支付提供 虚拟服务的强化措施 法务部则回应 会定期与速发布 分享洗钱房制样态 并透过跨部会横向平台 处理第一线执法人员 所遭遇的相关问题 我们刚好也备查了工会 他更强化的一个措施 对银行工会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 有关银行对第三方支付 提供虚拟账户服务的 这一个强化的措施 那帮刚刚委员提到 有关中间他在做业务的时候 要不要持续审查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发现异常 必要的时候终止 郭国文最后要求 数位发展部在一周内 提出回复 中嘉宾也决定 近期将召开公订会 邀请各单位一起 及时广益 避免便利的科技工具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 记者张旗潭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112年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温馨登场 适逢成皇爷诞成前夕 特别由成皇老爷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也在现场 恭喜所有的礼生转大人 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与家长们 来到台北沙海成皇庙 在成皇老爷的加持下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也到场 一同欢庆这个重要时刻 除了感到格外开心与感动 蒋万表示 有着成皇爷的祝福加持 更是让这次成年礼活动 充满神圣的意义 今天所有来参加成年礼的礼生 所有的年轻朋友 在我们成皇老爷的见证之下 都能够迎接人生新的礼程 新的阶段 我也期待我们每一位 今天参加成年礼的年轻朋友 展望未来都能够发光发热 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 大同区公所除了精心准备 丰富的成年礼品 分享给李生及家长 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经由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 温馨愉快的情子时光 而压轴彩蛋抽奖活动 更是让现场气氛 嗨到最高点 我们今年的扯天礼 特别结合我们侠海文化节 那也适逢我们成皇老爷的圣诞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替城隍爷软售之外 也让城隍爷替各位李生祝福 献上平安跟喜悦 除了刚刚替霞海城隍庙的城隍爷软售之外 那我们今天也办了一些精彩的活动 去场真的要祝福各位李生 即将成为一个有担当 脑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外 不要忘记在你们的左手边右手边 要感谢你们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在这边要祝福各位 最佳男女主角 蓬城万里同时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和家平安 这次成年礼活动 现场涌入300位亲友与市民 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许多礼生更是全家出动 还有三代同堂的共同参与 不仅展现家庭的凝聚力 也见证家族的连结与传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剧天后魏海明首次公开收图 宣布将国光剧团的黄诗亚 当代传奇黄若玲 陈允文 三位优秀的青年弹行演员收为土地 由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新国 以及行政总监林就伟见证 正式宣告金剧梅派艺术开枝散叶 舞台上摆放梅兰芳、梅宝九 还有梅兰芳在牡丹亭里 诠释杜丽娘的照片 金剧天后魏海明收图仪式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办 由黄诗亚向魏海明奉茶 黄若玲乘上拜师帖 陈允文奉上树修 师徒四人一起合唱梨花颂 场面温馨感人 黄花开春白鱼 黄花落春日逸地 此生只为一人去 到他去光 心也吃 心也吃 一直有人希望我收图 那么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传承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一种表演体系 那么我就是代诗传译 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收图的 但是我后来在这几年疫情 我就发现 就是沉淀的时间比较多了 那么我发现 其实身为一个老师 在教学生系的时候 其实他教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或者一个表演 其实他要大量的去投注于自己对于角色的认知 以及自己对于如何的在这个人世间呈现属于一个演员的自己是应该怎么样如何自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呢 不是说 并不是说好像学系 学一点点就算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原因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教系真的教得非常的巨细迷移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细节我都不放过 因为我 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的环境呢 是现在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以我很希望把我自己过去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经历都分享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对于戏曲的看法 我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种境界吧 1991年魏海敏正式拜梅兰芳大师之子梅保久为师 成为旗下第一位弟子 魏海敏自此真正打开梅派艺术大门 在拜师32年后 魏海敏也将单起薪火相传的托付 我91年才去拜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是必须要再学更多的东西 我才能够好像存再多的钱 我才能够去花一样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在91年拜师之后呢 我是潜心的学媒 但是回到台湾来我还要生活嘛 我还是跟台湾这个土地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台湾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少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的票友 它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表演里面增加更多创新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北京那里 一直在挖掘传统的 一直在学习传统的养分 但是回到台湾来呢 我就不断的要去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物 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我就觉得在我的身上啊 好像就是一体的两面 它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的 那么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收图仪式由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吴兴国 行政总监林秀伟作为见证嘉宾 看到京剧梅派艺术的已开支善业都相当感动 感谢魏老师 愿意把自己一身的梅派艺术传承给三位 获得您信任的学生 遥想三十二年前 也是六月吧 夏天 魏老师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到北京 拜师梅宝九先生的时候 魏老师的身份 是台湾第一当红的明灵担角 可是他去到北京 他把自己的一切归零 一切从头开始 跟着梅宝九老师 学咬字 学发声 练气口 找尽头 练就了气沉丹田 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大音箱 所以魏海明老师 当年学习的梅派的成果 并不是说我学了这出戏 学了那出戏 学了三出戏 学了五出戏 而是他可以体会各中三昧 体会了梅派艺术的奥秘 梅派艺术的奥秘在哪里呢 梅派没有特色 可是他沉着大方 中和稳健 坦白 简单说就是大气 这两个字 这个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也是一个无限大的艺术资料库 而魏老师取得了这把钥匙 从此以后他用这把钥匙 打开了这个无限大的梅派的资料库 魏海明表示 学习是一辈子的追求 他期望自己能像梅宝九老师一样 成为习义者与艺术精华的桥梁 引领学生在艺术之路上 走得更脚踏实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 清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市南港区近年来蓬勃发展 不过有许多老旧的社区及建物急需更新 台北市长蒋文安表示 有关用地的部分 已经设置了室友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将盘点后做最有效的配置 台北市长蒋文安热情的与每位里长握手打招呼 上任后首度与南港区里长举行座谈 老旧社区与都市更新 成为里长们关注的焦点 集中南港里里长李志景就提案 建议规划南港高工侧边囊带 新建多工人综合大楼 整个结果包含 商务局中华电信 土地银行整个搬迁到 现在那个高工位置 那个路側的限制空地 把它做一个机关的综合大楼 让这一块地 我们目前具有这块地 我们可以低后临助局 增加市库的收益 对此郊安回应表示 有预留相关用地 为了将空间做最有效的配置 目前在府级层级 已经设置室友资产供需整合小组 进行盘点 我们会盘点 比如说南港区 室友闲置的空间 包括学校啦等等 或者是眷社 那另外 我们也会盘点 包括里长们报上来的需求 有的里长是希望 这边我希望 比如盖社宅 我希望有社福 有日照 公托公用 那当然我们会请 选择单位 去了解 比如说 这个里 的确我们需要 公托 或者我们这里 需要日照 我们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完整盘点 然后呢 来做一个调配 拉到府级层次来 另外有四位里长联合提案 呼吁台北市政府 针对东区门户计划 范围内的老旧社区 进行通盘检讨 尤其在交通部分 中南里里长张昆隆游行 如果不事先规划改善 恐怕会成为 内科交通问题的翻版 因为人家外兵来看的话 喔 现在是不好看 接工很不好看 我们台北市 一定是熟 六部市都是熟 不要这种结局 再存在我们 这个比这个地方还要重要 因为蜡蜡馆两个个 好像还有台湾零售 西山 未来的拉拉波会进来 这一块 以后蜡蜡馆 还有奥列 还有人口进出在南港的 以后 会变成很大很大的交通阻塞 我希望政府在这一块的交通 要特别特别注意 移民变成内部内科第二 这一块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对此台北市长蒋婉安表示 有关加速更新部分 都发局正在进行研议 预计第三季将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交通部分 蒋婉安强调 会用各种方式提供市民多元的交通选项 希望南港园区不要重蹈 内湖科学园区交通问题的附测 我们预计大概第三季 也就是9月 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希望呢 是透过目前盘点 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跟手段 把这些目前老旧 或者是有公安疑虑 或者是 这些环境真的非常破旧 期待更新的地方 能够加速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所以 接下来第三季 我们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出来 所以 里长们很关心这个部分 我们 都有听到 地方上面这样的心声 第二个里长提到交通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理解 在很多规划上面 千万不要重蹈 内湖科学园区的时候 的附测 所以 包括我们现在推出很多的政策 包括接下来马上施行的 一二零零月票 就是希望大家 使用大众运数工具 那我们希望转变 这样使用运数工具的 习惯跟方式 各种 规划 我们都会来做 也确保 南港相关的交通 不要 恶化 蒋万在会前受访时表示 不只在南港区 从台北市整体来看 不少地方 也的确需要加速更新 因此在都发局第三季 有一个初步结果出来后 将就各个地方 期待更新之处 透过各种政策手段 来加速推动更新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未来要推广效行观念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议 举办效行楷模 表扬征选 由中山区十一所国小 进行初审 再推荐至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进行复审 共选出四十二位 效行楷模 在各校招会中颁奖表扬 中山国小四位五六年级小朋友 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会长黄一郎 以及委员同胜会手中 接下奖状与奖金 并接受师生们的掌声肯定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从一百一十二年四月起 办理效行楷模表扬征选 以中山区十一所 国小五六年级学生为 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 效行事迹 让获奖学生的效行 能够成为众人表率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同时能够 协助帮忙 我们这一次 在我们中山区十一所国小 颁奖效行楷模奖 那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为了社会的一个公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客纲里面 都有那个生活与伦理 还有公民与道德 那我们现在那个客纲 没有 所以这个小朋友 他们就比较不知道说 怎么样能够这个孝顺 回馈父母 那所以说我们特地 颁发这个奖项 来鼓励所有的同学 孝顺父母 对这个长辈 能够能够照顾 那我们希望说 能够永远的推广 那希望说 学校能够 来协助我们 在这个学校的校刊 还是说公布兰 能够在我们得奖的学生 能够把它刊登出来 让其他的同学 如果看到的话 他们可以感受到 这样子一个同学的一个孝心 感染到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的家庭更温暖 社会更和谐 其实我们这个孝心场 推动的应该是蛮顺利的 那可能这几年以后 我们陆陆续续着重在这个区块 外面的奖学金的成分比较多了 因为很多公庙啊什么 都是很多人在办奖学金 所以我们民俗会应该是 走向这个民俗风气 就是把如何端正学生的 品性跟教养 帮助家里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民俗会 已经有那个奖 那个一年两次的 奖学金花旺 那今年的校型楷模 是今年第一次开始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好的 那个传承 可以永远一直传承下去 这次获奖的四位中山国小学生 都在生活中展现孝顺父母的具体行动 学务主任王彦涵 也代表学校感谢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让学子的校型 能在学校中发扬传承 就是帮忙他们做家事 然后有一次妈妈确诊 然后我就帮她煮饭 然后给她吃 帮妈妈煮饭 你觉得很困难 不会 因为之前煮过很多次 那妈妈有没有感动 有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 所以就是 平常父母很忙的时候 我会帮忙照顾她 还有就是 平常会帮忙 就是例如说出去倒垃圾 或者是帮忙洗衣服 或晾衣服之类的 这边要特别 谢谢中山区的民俗委员会 这边就是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其实中山的孩子们都很棒 那平常在 不管在家里 或者是在学校 他们都会针对 这个部分 会有一些行为的表现 那我觉得刚刚小朋友 在他们的感想里面也说出来 就是他其实在 对弟弟妹妹们的照顾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 对学弟学妹 都有一定的照顾 那当然对师长也都很有礼貌 那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的孩子们 选出来的 那也很恭喜他们 那也祝福他们 因为有些孩子已经要六年级 下礼拜就要毕业了 祝福他们就是毕业快乐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好行为 能够在中山继续传承的下去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勉励大家 从日常生活做起展现 此校行动 未来也计划推广到中山区各国中 让校型观念在校园扎根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文山区超大型特色在地亲子活动 推出了游戏运动摊位与舞台表演 并宣导市府最新的生育奖励金 加倍送及催生助养亲政 让民众更能了解最新的福利政策 小朋友拿起水球在雨中打水仗 完全不怕湿越玩越嗨 最后连水枪都出动 这场由文山区公所 新龙社宅青窗户 文山儿哨平台共同合伴的在地亲子活动 让大小朋友留下欢乐回忆 活动内容分成主舞台 游戏摊位及运动项目 游戏摊位有来自台北市 各社宅青创推出的游戏与运动 文山儿哨平台伙伴们 各自推出游戏关卡 以及文山社大小小游戏设计师 制作的新龙实境游戏带大众闯关 像是弹力球 武功隔头篮 套圈圈 弹珠台 保龄球等 吸引亲子家庭 驻足和参与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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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快平手了 四个 另外舞台上演新龙乱打秀 《乐林集球社》 《文山社大乐团》 《台湾曲艺团》等热情演出 博得民众喝彩 我要看你紧紧张一下 你们想 野花都玩得里付更像 那年轻无 gedoc 一向眼 像你 演技特 欺利共创台湾美 whistle完美再说好 台湾的好市真不少 它的环境好 地理好 健保好 福利好 美食好 味道好 形象好 文化好 台湾处处都是宝 共创未来更美好 上个这段处来宝 愿大家笑口藏开了 桃桃亚乐 好好 掌声鼓励 文山区公署涉谈宣导茶顺节 并行销市府最新生育奖励金加背诵 即催生助养新政及性别平等观念 让民众更能了解最新福利政策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文山区公所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 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 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到幸福 经过一日的星空约会之后 促成十对加奥配对成功 配对率高达五成 这是台北市文山区公所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 举办的单身联谊活动 让更多单身朋友在畅游包空体验 与游戏互动下认识彼此寻觅幸福 什么叫鼠动积极 你自己无法身为激政 去认识谁要拉着你的手册去 跟对方你有资料 不要事他有带来跟我们 普商区的主管单位去跟他们要资料 请问台湾国道五号的全名是什么 不选择 来 这第一人 选拨 选拨要喊 不然我现在告诉公众 不断 不断 来 第五组 第五组请说 可以 讲二组 告诉我正确答 第五组加一分 白脸代表了什么意义 我讲选项一 尖程 请上课 书生 选项三 无价 选项四 女大 没有 选项 没有 回答 尖程 正确答 你从我得到 今年单身林活动主题为 爱在闻山星空灿烂时 特别将整个木扎动物园 规划为参加者的游乐场 让参加者穿梭 探索解谜 接近傍晚时共享浪漫云端缆车 并且在满天星空的陪伴下 在特色餐厅进行饗宴 活泼趣味的互动游戏 让参加者可以充分认识全场异性朋友 也很高兴认识大家 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 可以大家一起参加 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什么 就是在冰土的时候 就大家很积极努力 然后就怕被电风扇吹走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穿梭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冒空红色 因为我一次还在那边搭 其实我现在就是在那里面搭 然后也很改变 我就会拍摸 拍摸手头 对 有让你看 搭猫懒看什么 看夕阳 你还拍月亮 还上哪里就看月景 对对对 都有看到了 一起速的 对对对对 还可以认识到新朋友 对还可以认识到新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然后 可能跟大家拥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然后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吃饭的 什么说呢 因为 餐点很好吃 嗯 嗯 不会太暗看不到吗 我们都不知道在夹什么模仿 不会 不会哦 有那个模仿要看菜单 有那个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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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那一只都很会吃 就是大家在活动里面就是也都很很很愿意就是介绍自己感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顺利找到就是另外一半 都谢谢大家 首先很感谢我的队友 就是主员们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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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不 although 同叙的就是跟我们一起结晴 çok 然后经过一天的活动之后 大家都很酷酷 然后很乐于分享 对де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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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多朋友 都表现得很激 похож 也很感谢辛苦工作 例如我们不能去工作还是我们公司 你们给办法很好 加弦 Phoenix branded 单身临antis活动 吸引许多青年男女放名参加 为了鼓励男女配对 只要成功不想婚姻 除了有精美礼物外 还有提供充满日式建筑风格的 文山公民会馆场地 免费让家偶拍摄婚纱 期望透过活动 增加单身男女交往机会 密了良缘 可以提高结婚率及生育率 记者问句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吉隆市长谢国良与新一区李林长 举行座谈会强调市府推动干净家园 10月份起提高乱丢热色的罚则 希望李林长协助推动 走进吉隆市长办公室 李林长们好奇心全都写在脸上 东瞧瞧西看看 亲自坐下来体验市长接见贵宾的感觉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却留下深刻的印象 和以前前届的市长摆设完全不一样 这次让人家的感觉是简洁明亮 感觉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 新一区林里长座谈会 邀请了20多位林里长参访市府 和市长谢国良亲自面对面座谈 已经建设提升到1500元了 一方面也是落实我的证件 但一方面是希望林长跟里长 大家可以攜手配合 与国良温喜庆夫不可能 在各里林都能做所有事情 要拜托里长 里长也没办法一个人做 他是要拜托大家 所以我们增加这些更多的配备 包括我说明年后年 我们也会分批用太旧换新的方式 看看里长要不要考虑换一些电动机车 就是车我们来出 但是这个月费如果有 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在做的工作 主要是希望林里长 大家能够成为市府团队的一员 一起来努力 推动干净家园客不容缓 座谈会中 林长们提到社区内一座公车 年代久远 但使用率不高 清洁维护不容易 建议市政府能够拆除 作为机车停车空间 公车现在没有实在的异样 而且工作就很早去打扫 都很脏很乱 因此蚊蚊蚊很多 很臭 对 那电视在哪里 东信路258项 环保局有来少 可是周边 爱于周边的环境 杂草虫生 资深很多蚊虫 确实没有办法把环境整理得非常的干净 所以还是希望把它废除掉 郑林长 你去凝聚一下地方共识 好 那如果真的有在听 人们不会说 不可能说一个人 不可能就会听 这都不可能 都是以大多数人的方向 你帮忙凝聚一下共识 此外东信里活动中心 因为漏水严重 加上空间不复使用 希望市政府能够帮忙找到适合地点 市长谢国良当场指示 相关单位办理会堪 利用闲置的宿舍活化利用 那我们是建议说 看能不能我们也找一个墓地 可以让我们的里面中心 可以再重新整理出来这样子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活动中心可以使用 东信里的人口都在山上居多 然后他又是在三楼 老人家都不爱不喜欢去 不管在那办任何活动都是很困难 所以刚刚领长的意思说 我们几乎每次要办活动都是在路边 三上三下 我就在马路边就这样发东西 这样 那我们是希望 我们有看到236项7号 有一个闲置的公家机关的宿舍 宿舍 很久没有人在那边住了 是不是那边就在236项口而已 跟258项跟1008项跟东信路上面 一楼的感觉很好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当一个活动的据点 市政府的宿舍 那如果可以就整理整理给大家用 谢谢市长 你先看一下 好 你们找个时间去看一下 好 此外对于李林长反映重新规划停车空间 画色行人穿越到 及改善环境脏乱等事项 谢估廊财市区公所 会同相关单位 在确实改善之后 都要追踪列管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在医院或者是学校附近 有生障族群跟老若妇孺大量通行 因此地方的民众 希望在绿斑马线之外 也要妥善管理 衔接到骑楼的部分 留出通行的空间 让民众安全舒适的行走 画面上是在卫福部基隆医院附近的路口 已经有画上明显的绿色斑马线 来保护老若妇孺的通行安全 但是衔接过来的骑楼方面 却容易被许多机车堵住 造成老若妇孺跟轮椅族 娃娃车难以通过的离谱状况 带小来也不方便 都要关摩托车的空头 因为我刚刚还看到 好像很多轮椅的 对啊 因为这边是医院 医院区 所以还是要留出适当的空间 对 留下都是 很多地方都是楼梯 都没有那种 很像可以用的 通道也很重要 对 通道很重要 因此市府交通处等单位 跟在地议员 里长 进行会刊讨论 希望优先保障 若是民众通行的安全 跟机车停车之间取得平衡 因为他骑了有停机车 那斑马线走过来的市民朋友 没有办法通行啊 因为没有划线来标示啦 所以应该要划红线 在斑马线的前面跟后面 都要划红线 让那个轮椅的民众 方便通行啊 还有学校周边也是一样啊 对啊 因为有孩童上下课嘛 对啊 老人跟富幼啊 对啊 对 没错 因为这个是每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 这不是说只有台湾这样子而已啊 周边的国家也是这样子啊 因为少纸化嘛 对 这是重点啊 我们让人可以停这个机车空间之外呢 那我们当然也要留轮椅可以上行的通道 这样不但可以友善行人 也可以友善我们这些机车组 也可以顺便解决我们基隆市长期以来摩托车 没有办法停车空间这样 那因为许多推轮椅的那个病患 需要通过这个道路 那许多机车不明就里会围停在这个旗楼上 它会阻挡到我们通行族的这个权益啊 还有机车那个推轮椅族的这个路线的动线问题 所以希望建议我们基隆市政府交通局这个警察局 交通处这边尽快处理 将这个比较严重影响路面路权的这个路 划上红线 让机车组也能知道说这个地方不可以停车 那俗平这边也能尽量争取到我们许多机车可以停车的位置 因为这边信二路已经靠近医院已经有信二停车场 还有后面的那个信一国小停车场 因为两边都有停车场 我觉得医院的周边是机车 比较属于机车比较重要的点 因为来看边的民众你看四处都是机车 汽车真的是比较少啦 所以我建议说前半段把它改为机车停车格 会舒缓一下这边机车停车格不足的 那格数不足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会 因为还在采购程序 所以接下来会把这个脚压的部分 到时候会贴在这个必要的一个住所 那能够让民众跟指导单位都清楚知道要怎么做处理 那他大概贴的形式大概会是这样子 就是会贴在棋楼的这个部分 那民众如果看到这个标示的时候 其实就我们会慢慢宣导 那到过一阵子之后 民众就势必要知道说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不能停放车辆 是要给行人民众来做一个优先行走的部分 非常感谢那个市府以及驱公所 我们的区长很积极的努力来协调 这个省力院这附近的交通 那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绿斑马 经过骑楼会被积车的问题 接下来我会跟区长这样子一间一间协调 然后给大家一个出入口 然后来完善这个停车空间这样子 所有市政府的政策都要里长来做我们很好的沟通 然后跟里民来取得一个平衡 那我这个部分未来我们富凯里长都会全力的支持我们这个政策 据了解市政府正在规划友善行人2.0工作 希望延续友善行人第一阶段的成功模式 在骑楼增加行人优先的绿脚压 让民众走在骑楼能够更舒适更安全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根据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的民调显示 有近7成6的市民满意行人友善的执行与推动 市长谢伟良表示将在计划行人友善2.0的方案 希望行人跟弱势族群在骑楼行走 也有舒适安全的环境空间 市政府推出车子里让行人和绿色斑马线的友善行人1.0计划 接下来将推出友善行人2.0的计划 在骑楼空间规划绿脚压 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民 基隆市率先推出行人友善1.0 建立了城市友善的文化 在许多弱势族群跟老弱妇孺的建议下 基隆市政府计划推动友善行人2.0 重点就是骑楼行走的安全空间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小孩爸爸希望想做的行人友善2.0 我们开始要做一个筹备跟准备 行人友善2.0就是针对于比如说 我们现在骑楼之间有很多机车都是横着停的 大家都是一排指他就有横着停 或者是很多店面都已经摆出来到 已经影响到行人的进行 或者有很多这些车子都停到三角窗等等 直接挡到斑马线路口等等 我们会实施一些宣导劝阻的工作 1.0就是说大家就是有互相礼让的概念 其实2.0的情况也是类似 就是说当我们虽然是有些机车是可以停放在部分的区域 包括机楼 可是你不能够停到这个影响到整个环境秩序 有些民众我可以看到他一排大家都是停垂直的 他为了摊5公尺的方便他宁愿把机车横着停 挡住了整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对于一般民众甚至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 甚至对一般民众都是一种几乎跨越不了的障碍 那这样子就是自私跟没办法去兼顾到大众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横向停车的 未来其实会是交通队关切的重点 另外像绿色斑马线一样 市府接下来也将规划推动绿脚压 利用明显的标志来建构骑楼行人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 另外我们过去不是有推出绿斑马 然后让民众知道绿斑马是安全的行走 我们现在推出绿脚压 所谓绿脚压就是在一些这个机车停车的路口 我们必须要进空让一个通道可以进出 要不然虽然骑楼可以停车是有比较方便 但是如果都停满的话大家进出也不方便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上述讲的几种策略 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行人友善2.0 因为我们的行人友善1.0 就是车量要离让行人过斑马线 以及绿斑马的划设 其实也蛮多民众蛮支持 那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旗楼方面 在街道方面 在这个左邻右舍方面 在走路的时候 空间上还是要是足够的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 我们也请七区区长跟交通队 警察局以及交通处 大家共同来合力 把每一个区域基本上还是要有一定的秩序 所以我觉得骑楼的改革 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事情有分先后 我们第一阶段 事实上民众走在路上先安心安全 不要说连性命都要担忧 第二阶段就是要方便便利 不要受到阻碍跟感到不舒适 市长谢国良希望 在交通热区跟医院 学校等特定场所的周边骑楼 要有合理的秩序规范 在兼顾停放机车的需求下 让老洛妇孺跟观光客 都有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 建构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李亮杰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非常感 armor love sure 涉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易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回归罚还,在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测值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巨检及巨测在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带吹也不行,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人,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请坐,叫什么名字啊? 小不点,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要打流感疫苗。 嘿,不要跑,姐妹,你好。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应该接种疫苗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还健康哦。 大家好,我是水美琳。 一百零八年就高临所地靠边教和高丽病毒生母期间。 自一百零九年一月催一开始,到一百零九年二月催五月。 靠谷一无人,救付高临所地开你的靠边教和高丽病毒生母。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扮你病毒生母。 无需时间空间的犯罪。 这间贵上团成功,就完成新母停车,生死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在静谱电阻新母教学博物网站。 下载告绿所地病毒治疗新母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脸不过�ца格绸abe funny 你要好,哦 perspectives 我是主ноз宿室的 Hoeеся onder girls 政府通过整个月 Zack obviamente凌 bald Leaving the Black Numbers 住宿室両查,将合、酒业和私医 Ponieren 来做事件筋股。 我是 Twema from the tattoos 请你们 Teachersение u 测草及非法基商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楚。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 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 我是主机总部的统计访查员